开机以后要笑 要笑 这才拍到渣男参加测试 当众退婚 呼售青梅竹马的戏 收工 飘摇无期 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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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还不敢一块单位 一个个都无精打采的 要死了 要死了 可不是要死了吗 天真干了三天三夜 你不得这么使的呀 垃圾短剧 毁我青春 垃圾夹房 毁我身体 与这孩子没屁儿的 猪八屁 酒厂移定一次 来个身 我操 刀具老是牛逼啊 这刀具层还能发出来特效 特效 什么特效啊 夏颜哥哥你在说什么呢 夏颜哥哥 这导演呢 这摄制组呢 都没了 这不是我们的拍摄场地吗 还有这群人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导演 什么摄制组呀 夏颜哥哥 你快准备吧 马上就到你了 到我了 到我干什么呀 到你灵根测试呀 只要能测试出灵根 就能被仙门世家看中 上仙山修炼 更有甚者 还能得到女帝的赏识 直上青云呢 测试灵根 这是我在拍的那部狗鞋短剧的剧情啊 我穿越了 还是整部短剧的最强人渣 剧中 真是一直深爱着我 结果惨被我玩弄抛弃 又害死他亲生父母的青梅竹马 夏颜儿 夏颜 你个人渣还真会装 谁 谁在说话 夏颜哥哥 没人说话呀 你怎么了 没人说话 难道是我幻听了 人渣 没想到我夏颜儿重生回来了吧 等你测出极品资质 当众抛弃我时 本尊我就直接动用青石 虽为神魄之地 咱们 这居然是我青梅竹马夏颜儿的心声 他居然是重生回来的 哥哥 哥哥 你怎么了 我 我有点 慌啊 我怕我测出来资质低下 让你失望了 怎么会呢 哥哥 在灵儿心里 你就是绝世天才呢 神他们绝世天才 基本上你是修炼到肚结级 心魔滋生肚结失败惨死的 你才是隐藏的绝世天才呀 人渣 前世我就是被你给骗了 可当你测出极品天资 我测出低极次之后 就当众将我抛弃 给我无尽的羞辱 害死我的父母 我肚结之时 你更是成了我的心魔 害我死在了天结之下 这一世 我必报自传 死定了 死定了 我居然还是他肚结的心魔 剧笔上根本没有重生这回事啊 别看他一脸呆猛 随时都会弄死我呀 夏颜 为何还不上前测试天资呢 我 怎么办 怎么办 去本烧火势活到了大结局 现在看 我要是上去测试了 他们连第一级都活不过去 夏颜哥哥 你快去测吧 我相信你一定是资质爵顶人钟龙凤 测 我测 灵儿 咱能不能不测了呀 不测了 可 哥哥你的梦想不就是成为大夏之强吗 那什么 我现在突然觉得呀 这修仙他也没什么好的 毕竟平平淡淡才是真 只要能和你和父母一家人在一起 这过普通人的日子也挺好的 平平淡淡才是真 一家人在一起吗 嗯 上一世我也曾这么想 不对 这个人渣肯定在耍什么诡计 我差点又被他给骗了 哥哥 快去测吧 妹妹相信哥哥一定是大夏之强 资质绝顶 坑爹呀 我不想测 非常不测 也不知道被宰了之后 能不能重新穿回去 夏严 二十岁 修为灵界 开始测试 快测吧 哥哥 我相信你一定是绝世天骄 嗯 我是天才 我是天才 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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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呀 磨磨叽叽 成何体统 学者大人 如果我说 这手子 不听使唤 不想测 你信不信你再拖拖拉拉 我立刻将你投胎 让你测试资质 又不是群里姓名 磨磨叽叽 还谁的男人吗 你还测不测了 喂呀 你磨磨叽叽的 你不测赶紧下来啊 你们都给我备赖 有能耐 你们先测 你们来测 淘汰了不是正好 你们快生气 快生气 淘汰我呀 就省得莫被这小青梅 当成打死 废物 真是个废物 石角大人 赶紧让他滚下来吧 对对对 就这么呢 上辈子拍短剧 我都觉得废话太多 嘴炮时间太长了 现在感觉 这是越长越好啊 灵根测试这一天 便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 能达到什么样的成就 紧张吗 是正常的 但是 我要让你明白 如果你失去这次机会 你将永远无法修行 这一辈子 就只能做一个 普通人了 我 就想当个普通人啊 不对 这个人渣 居然不愿意测试资质 这个相言不对 难道 我重生之后 他也出了差错 算 不如直接一种 不直接算 我算 不测要直接拍死我 我测 赤诚过 绿青蓝 呃 血 八道神光 这 这是绝世天灸 极品天灵根啊 极品天灵根 我云城竟然出了一位 极品天灵根 这 这在整个大厦的天灸 都黯然失色呀 极品天灵根 相传每位天灵根的修士 都能够修炼到地精 哼压当代 镇压世间一切敌啊 无敌一万年啊 果然是极品天灵根啊 师尊 和他同代 我还有机会吗 环断体 纳万灵为极右 无限成长 灵灯 本地推演未来 下颜未来恶贯满盈 化为天魔 你必须夺走他的根基 天灵根才能成为你的养药 成为你的踏脚石 为大夏除害 是 师尊 我定战杀夏严 正道 果然和剧板一样 我的辞职是天灵根 绝世天椒 绝世天椒 我就知道 哥哥一定是最厉害的 绝世天椒 极品天灵根 果然和千世一样 现在他的内心 一定得以极了 一步登天 等我测出低品灵根的时候 就是他彻底 暴露出丑恶嘴脸的时候 丑恶嘴脸 我有什么丑恶嘴脸 也不知道 我说我是穿越的 根本不是那个该死的夏严哥哥 会不会谢啊 好 绝世天椒 夏严 你的自治 肯定会引来 仙门大能 前来殊途的 夏灵尔 上前测试 听说这夏灵尔 是夏严 一起长大的 青梅竹马 也不知道 是什么自治 夏严可是天灵根 她要是什么 垃圾灵根 可配不上夏严 这么多 什么垃圾灵根 什么配不上 我灵尔妹妹 不管是什么灵根 我都是装主意 人渣 上辈子你也这么说 可当我测出低品灵根之后 你的丑恶嘴脸 真的很让人恶心呢 夏灵尔 土灵根 第一届夏品 居然是第一届夏品 这快是最垃圾的灵根了吧 没错 这种灵根 和他的青梅竹马 夏严比起来 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就是啊 这种垃圾灵根 就根本配不上夏严 这种天灵根的天真雕词 垃圾土灵根 怎么配得上 天灵根的绝世天椒 我周芷若 五行金木火 三灵根 才配得上夏严的绝世天椒 你还是滚吧 不 夏严哥哥说过 无论我是什么灵根 都会对我始终如一的 夏严哥哥 你不会抛弃我的 对不对 我是真没想到啊 你居然是这么垃圾的灵根 真是太丢人了 夏严哥哥 我会努力修行的 你别不要我好不好 努力有用的话 那要天赋做什么 你只是个最低等的垃圾土灵根 跟废物有什么区别 我可是身怀天灵根的绝世天椒 难道让我娶你一个 废物土灵根吗 啊 那我不成了大象的笑话呢吗 滚吧 从今天开始 咱们一刀两断 真不要脸 垃圾土灵根 还妄想攀附天灵根 这种女人 真是下贱 卑劣 真是下贱 卑劣 卑 下贱 一刀两断 等我的垃圾灵根测出来 这些词 就会落到我的头上 夏严 露出你瞅我的嘴脸吧 杀你 前世今生 我等了一万年 妈呀 一万年的仇恨 怎么办怎么办 他要撤了 我该怎么办啊 人渣 期待你露出真面目 果然和前世一样 下贱灵根 夏严二 土灵根 第一届 下贱 下贱灵根 我居然是 居然是下贱灵根 居然是第一届下贱 这快是最垃圾的灵根了吧 没错 这种灵根和他的青梅竹马 夏严比起来 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就是啊 哎 这种垃圾灵根 就根本配不上下眼 这种天灵根的天之雕子 骂吧 骂吧 等一下我就让你们亲眼看着 你们眼中的绝世天骄 给我一巴掌拍死 我的好哥哥 开始你的表演吧 表演 我表演个寂寞了 我要怎么做 你才能放过我呀 夏严哥哥 你不会嫌弃我吧 我哪敢嫌弃 你毒不毒就呸死我 灵儿 我当然 垃圾土灵根 怎么配得上天灵根的绝世天骄 我 周芷若 五行金木火三灵根 才配得上夏严的绝世天骄 你 还是滚吧 我 夏严哥哥说过 无论我是什么灵根 都会对我始终如一的 夏严哥哥 你不会抛弃我的 这又对 真是不要脸的 这样的土灵根 妄想攀附天灵根 这样的女人就是下贱 卑劣 斤渣 打我 露出你的真面目 好让我斩了你的狗头 出去心魔 出心魔 我让你出心魔 啊 果然暴露了真面目 我的好哥哥 杀了你 本尊就能心境圆满 出去心魔 夏严哥哥 打他 打他呀 打这个不知羞耻 妄图宽负的贱人 事事后结束了 啊 我 我没看错吧 这夏严居然打了周家的三连根天灾少女 周紫若 你为什么打我 为什么打我呀 你不是打他 你打我干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他就打了周紫若 他不应该暴露无耻的嘴脸打我吗 要是按套路出牌 我还混个屁呀 我直接死了 算了 嗯 欺辱我家灵耳 周紫若 我打的就是 现在我不打你 你总没理由杀我吧 欺辱 哈一个垃圾土灵根 怎么配得上你这样的绝世天教 究竟在搞什么鬼 他这种自私自利卑鄙无耻的魔头 怎么可能护着我啊 还是说 他想通过羞辱一位三连根的天才 来加倍羞辱我这个夏品次的废物 真是该死 我靠 这娘们脑部也太强大了吧 我都为你站台出气了 还要弄走啊 夏爷 一个废物是给不了你任何帮助的 只有我这种三连根的天才才才是你的良配 废物 废子 废子 你才是废子 再敢欺辱我灵儿妹妹 今天我就打了你的礼拜 你 你让我给我抢这 这怎么会 你难道真的甘愿为了我 夺罪一个三连根的天才 别说一个三连根 就算与整个修仙界为敌 我也甘愿 夏颜哥哥 你 叶儿妹妹 你放心吧 不管你是什么修为 什么资质 我下言认定你了 这一辈子 我会守护你 爱护你 不离不弃 永不分离 可是 可是你我是与你之别 你难道不应该担心 我拖累你 而跟我退婚吗 你放心 如果灵儿不入仙门的话 那我也不入 我们这一辈子 就做一对普通父亲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哥哥的怀伴好温暖呀 该死 一定是那个人渣的伪装 不能先抱 我真不舍得就这么杀了 夏颜哥哥 怎么办呀 杀了 这可是你的心魔呀 必须杀 必须杀 不行 我舍不得 不能杀 杀 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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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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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杀 杀 不杀 杀 不杀 杀 杀 难道你忘了 前世他是怎么伤害你的了 不行不能杀 你不是最想得到哥哥的宠爱吗 杀害你的是杀你时的哥哥 最一时的哥哥并没有杀害你呀 我的心 怎么跳得这么快 夏淫哥哥是不是已经变了 我就这样杀他 岂不是很冤枉 要不要再给他一个机会呀 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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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在是太冤了 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静静把他做人 他踏实实做生 怎么可能 这夏淫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渣 怎么可能竟然与整个世界为敌 也要保护这个小青梅 夏淫这小子 倒也有情有义的 哼 什么有情有义 不过是伪装罢 这种大奸大恶之徒 最善伪装 怎会让你轻易看出他的真面目 夏淫这种骗子 竟然为了保护这种废物 和三菱跟天才作对 若我是认为夏淫的青梅主码呀 我肯定宁愿早就放弃这段感情 也不会拖累人的夏淫的 没错 一个废物 明知道自己会拖累夏淫 还死产产不放 我看他呀 不只是天资低级 连自己的品行 都是如此的低劣 真是不要脸 那就先留他一条性命 如果他只是用这种方式 让我成为众矢之地 或者是有背叛我的记性 那是我在彻底展开 我的妈呀 真是女人心海底针 终于才是红红了 渣男男当 你再搞不定 你手机跟全的观众朋友都要看见你了 这个人渣 居然用花言乔语骗了他的小情味 哼 本帝重生一次 可不会再伤你的道 今日 必将你斩杀 夺了你的灵根 又一个先生 又是从小 又是我 还本帝 难道是 剧本里的九天女帝吗 九天女帝居然也成城了 按照剧本 我也是把他扎到了极限 他藏哪儿了 不会突然蹦出了一把这拍子吗 夏妍这个人渣在看什么 难道他看出来了本地藏在林东的戒指空间内 不可能 我虽是魂体 但也有前世的扮扯修为 夏妍这个人渣 我就是个普通人而已 妈妈 皮我还混根鸡帽啊 女帝居然狗在南竹林洞的戒指里当随身老爷爷 哎呦我该怎么办 不如自己死了 哥哥 哥哥 你刚才在看什么呢 啊 咱们回家吧 呃没没什么 走回家 四大仙门到 没想到四大仙师都被惊动了 四大仙门 果然盯上了哥哥的自知 可是哥哥根本看不上去 天灵根未来九州大陆第一抢着羽灵仙君 才是哥哥的师父 还有秦家大小姐也会顶上哥哥 哼 谁敢跟我抢哥哥我就杀手 哥哥要是变心 我就杀哥哥 我这么变心的就杀了 毁灭吧 赶紧的 我等听完今日资质测试 测出了一个极品的天灵根 下言是吧 若你肯入我蓬莱仙门 本导院奉上天界功法 契约神丹 盗契一戒 保你一年 步入金丹 天灵根 绝世天骄 若能拜我为师 你就是 峨眉圣子 一年金丹 峨眉圣子 我 前世这个人渣 说爱本地入骨 却在本地修行到关键时刻 抽本地根基 夺本地骨髓 爱的本地只剩一里残魂重生 只剩半城修为 若是这个人渣进仙山 本地什么时候才能报仇 我的 这 这不人样 困然我把女帝也给扎了 她也成生了 我该怎么活呀 这个人渣如果敢进山 本地就不让林东夺取她的灵根 直接极尽生华 恢复地境 与她同归于尽 小妖 考虑得如何了 呃 这 这个 前世这些仙门就送上了各种功法和美女 下言当然是赵丹全收了 哼 现在口口声声 说想和我做一对普通夫妻 还不是抵挡不如诱惑 你一旦答应我就直接利用神魄之力杀了她 青霉重生要杀我 女帝重生要杀我 我太难了 四大仙人 这哪是给我送命呀 这奉命是想让我送命呀 下言测出了天灵根 如今又被仙门看中 她的前途真是一片坦然啊 不错不错 日后修炼必定事半功倍 不存三年时间也能出现打门吧 哥哥 你快选呀 这四大仙门 无论你选择哪一个 未来都一定会大方一彩的 下言 快答应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又杀了你了 抱歉 我不能答应 这可是天大的机遇呀 这小子怎么就拒绝了 我没有听错吧 你就是拒绝了我们四大仙山 这怎么可能 四大仙门人 一步冬天 下言为什么拒绝了这么好的机会 能不拒绝吗 再不拒绝 我手里就没了 若是想让我下言入仙门修炼 必须让我的灵儿妹妹 立为圣女 是 哥哥 哥哥 居然是这么想的 居然是任何我不入仙门 我错了 这是 真的是我错了吗 哥哥 我 不用选我 若是你不能入仙门为圣女 那这仙门 我也不记 你 自补申请留不住 总是套路得人心心 小青梅 给我感动的痛苦 我 不用劝了 四大仙门若是不立你为圣女 我下言 就算是活到九十九岁 就算是老死 也不会入这个仙门 好毒的事也 不能修炼难活百年 只能活活老死 这个下言 怎么可能为这个小青梅付出那么多 这个下言的性情 怎么和前世那个阴狠毒辣的下言 差别如此之大 女帝 小青梅 就算你们成长 就算你们活一半年 没经历过现代受贿信息 大爆炸的红炸 你们根本无法想象 我下言 有多疯 下言 你的资质是绝世天教 但是 没有成长起来的绝世天教 称不上天教 以你的资质 成为圣子无可厚非 可是你的这位青梅竹马 资质低下 我能允许他进入仙门以示开恩 岂可成为圣女 我不管 若是想让我入仙门 必须让我灵儿妹妹当圣女 哥哥全都是为了我 我怎么能再当我哥哥的前途呢 我 住口 若真当我是哥哥 就听我的 哥哥 好霸气啊 为什么我觉得好幸福 我想一辈子被哥哥往后 不 不能被表象迷惑 也许他还在伪装 伪装 我在小青梅 别想逃出我的手掌 大情骂俏 不成梯头 下言 木秀鱼林封闭催之 以你的资质 若不进入仙门 必招修士际语 杀人夺宝 移花接木 夺取林根 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下小友 你是想进我心门获得庇护 还是想遭人觊 你可要想清楚了 一群渣渣 等本尊找到前世的机缘 恢复修为 自然能保护哥哥 你们这些想伤害哥哥的人 一个都跑不了 我意一决 不让我刘儿妹妹当圣女 那心门 狗都不弱 只要我的小青梅强大起来 我谁都不怕 你放肆 你这是想得罪我 四大谢山与我等为敌吗 不错 天灵根乃是修炼奇才 若不能收入麾下 时早有一日会与我等为敌 既然你不肯答应 那就趁你没有成长起来 心灭了你 这下言也太不识好歹了 放着成仙的资格不要 偏要和这个废物在一起 错过这大好良机 只怕之后后悔都来不及啊 我可是听说你这个青梅竹马 是一个废灵根 你为了它拒绝我峨眉圣女 不后悔 不后悔 就算无缘我四大仙山 无缘修仙也不后悔 绝不后悔 我此生只有一个月我 便是和灵二一生一世一双人 绝不后悔 下言哥哥怎么都变了 怎么什么都变了 难道下言哥哥真的深爱着我 而我居然还在这里怀疑他 算计他 我简直 我简直不是个东西 妈蛋 终于搞定一个 再恐怖 这关注楼也都看不下去了呀 灵二 这辈子 咱们终于能在一起了 哥哥被下言哥哥摸头好舒服啊 好一颗一生一世一双人 下言 前世你抽本地根基 夺本地骨髓 欺我判我灭我 可也是这么说的 我真是嘴贱啊 怎么把剧本书对女帝说的太四处出来了 哥哥你怎么了 你干嘛自己打自己啊 我我是恨自己啊 恨自己以前对你不够好 不够好 哥哥对我最好了 哥哥以后会对你更好的 剧本上都没交代前妻男主林东的戒指随身老爷爷是九天女帝啊 怪不得后期男主林东接管了女帝的全部势力 直接开关 你没想到本地重生了吧 这三万年的时间 本地只能在这枚暗无天日的戒指内修炼 对你的恨意已经快压制不住了 小子不要再考验我们的耐心了 我再给你实习时间 如果你还是不愿意入我先门 执意与我们先门作对 那就别怪我无情了 得罪你们先门 就算是得罪九天女帝我都不怕 刘儿你知道九天女帝吗 你是说九州志强之一 大夏唯一的女性强者顾学武吗 没错 不怕告诉你们 九天女帝也看中了我的资质 还非要让我给你当老公呢 你们先门 算个屁 哥哥你真会说笑 九天女帝怎么会找你做老公呢 九天女帝要是真的看中了哥哥怎么办 我就是修为恢复 你肯定打不过的呀 完了 BBQ了 女帝也是被我收入后宫 扎得极惨 最终灵力被我剥夺 根基还被我毁掉 这个仇怎么解 怎么解呀 我的小青梅就算全盛时期 也非必能干得过九天女帝呀 一派无言 还敢忘年女帝 十席开始 你的时间不多了 十 你就是一百席老子也不改 不去就是不去 九 小青梅 你一定要顶住啊 一会儿仙门砍死我的时候 你一定顶住 哥哥为我付出太多了 四大仙门 你们想欺负哥哥 我今日一定要用神魄之力 将你们全部斩杀 八 上辈子你对本地使乱装气 害得我死无群世 这辈子 你居然对这个小青梅这么轻身一重 凭什么 本地不服 本地这就夺了你的灵根 交给我的徒弟灵动 他喵得没完了是吧 都冲上了 行 你九天女帝你还吃醋 都是灵根老的 别急了 老子不要了 夏妍 本道念你年少无知 不知四大仙山的能量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另外我峨眉再送你 灵药千颗神兽一只 你可考虑清楚了 没错 夏妍 你快答应吧 也别浪费了祖师们的一片好线 你越是强大 师尊让我吸收了你的根基 夺了你的灵力 就会越厉害 让你的天灵根 化为我成长的养料 死 哥哥 你去吧 我只是这个费灵根 不能拖累你 你居然没听到心声 难道这是小青梅的心里话 三 无雷话云首 夏妍别硬撑了 赶快跪下靠头 入我仙门吧 啊 哥哥 不用怕 你哥哥在 我还是那句话 要么 你弄我下几二杯圣语 要么 弄死 你弄死我我都不怕 生死相依 哼 人渣你可对你的小青梅真深情啊 本地才不会嫉妒 本地才不会吃醋 本地这就夺走你的灵根 借未来道过一用 弄死你 你想得没 有天灵根而不用 你就留给我们仙门吧 未必不能再造出一个有天灵根的绝世天交来 乱了全乱了 前世哥哥答应了进入仙门的 现在他遇到危险 我真的好心疼啊 不 谁都不能伤害我的下颜哥哥 你 你的时间到 未来到国已现 林董 本地这就夺走了这个人渣的天灵根给你 天灵根是吧 真当我很看重吗 小青梅 不相信我是吧 女帝 基于我的灵根是吧 好 那就看看谁狠 今日 我下颜 别 人长 不要 自断天灵根 天灵根 天灵根 我下颜 这小子 竟然自费林根 哥哥 哥哥你没事吧 那个是天灵根 终仙求而不得 你怎么这么傻呀 自断灵根 下颜那个自私自利的人渣 怎么可能会如此情深义壮 前世他还爱本地入股 却夺本地根基 抽本地骨髓 现在 却肯为这个小青梅 甘心成为一个废人 我没事 灵儿 现在我们都一样 都是废人根 不会再有人拆散我们了 夏颜哥哥 你好傻 你好傻呀 你不应该为了我 此断天灵根的 都是我的错 是我没有保护好夏颜哥哥 他那么爱我 只想和我在一起 而我却 却怀疑他让他身受重伤 什么狗皮天灵根 对我来说 都不重要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嘿嘿 你个天灵根算什么呀 反正也死不了 只要能感动我这小青梅 后半辈子 我吃软饭也能活得逍遥自在 为什么 为什么我明明想杀了他 可现在 他自费灵根 我的心 我的心会这么痛 难道我 不不不 一定是我没有办法夺走他的天灵根 才觉得可惜罢了 我怎么可能对他心软呢 我巴不得他去死 真是糊涂啊 一个极品天资 就这么废 荒唐 竟然为了一个低等的人 毁了自己的灵根 可惜了 这世间又少了一个绝世天才 冲动 实在是太冲动了 以他的资质 说不定以后还能成为大呢 潜行修炼几年 一月成为化神高手 也未尝不可呀 竟然为了一个女人 浪费了天灵根 我看这下颜 却是一个没有脑子的废物 对我来说 废出一个天灵根 能换取和零二下半生的幸福 值 值得很 现在我自断了灵根 看你们怎么搞我 我自己废了我自己 和主角离得远远的 这回肯定能够到大结局了 哥哥 检测到宿主自断灵根 偏离剧情走向 特奖力神秘大理一份 极品仙灵根 下颜 你搞什么鬼啊 这 这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感觉到了雷霆之力 天地色变异象僵尸 这到底发生什么 难道是下颜 自斐灵根 惹怒了上苍 将下审法 快看 那是什么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心灵根 古书记载 为上古心灵根 一万年才出几个的极品尖交啊 这居然是上古灵根 心灵根 叔叔 我不是已经自断灵根了吗 怎么又称心灵根了 这怎么很啊 什么 极品心灵根 什么构系统啊 我才刚刚自斐灵根 不能这么搞我吧 我这小青梅 不会又要对我动手了吧 下颜哥哥 太好了 你的仙根还在 不仅还在 居然还升级为了仙灵根 这仙灵根可是上古至尊灵根 万年难得一见呢 没听到心灵根 太好了 我这小青梅总算是被我彻底攻略了 自费灵根之后 既然能因祸得福 生出了上古灵根 灵根再生 破而后立 这才是真正的天骄啊 其子天赋异兵 桀骜难逊 怕是与我四大仙山无缘 我们还是回吧 仙根再生 破而后立 仙门百家千年来都从未见过如此奇特之事啊 修仙天才 台日必能横扫九州啊 好心机 好手段啊 灵根再生 不过不利 师尊 这仙灵根与血肉灵魄相融合 不知道我这混沌之体 能否将其吞噬和吸收啊 好一个下眼 这是知道自己有隐藏灵根 才敢动手自费灵根 哼 下眼 你果然还是那么自死 那么有心机 不不不不 我没有 你们听我狡辩 解释 极品仙灵根与全身经脉相融合 除非生死 否则根本无法废除 难道他知道自己有隐藏灵根 才敢在小青门面前演戏呢 哼 下眼 亏我还在为你担心 早知道 我就应该吓了你 什么 我没这个意思啊 想让我死你直说呀 这系统不止真正添乱吗 这灵根 谁想要谁要 我不要还不行吗 恭喜大友 破而后立 成功得到先灵根 恭喜上雷啊 这附近给你 你要不要 今日大会 能出一个天灵根 已经是天纵奇才了 恐怕其他人 就算是资质再好 也很难分手半分注意了 本来想利用混沌之体 吸收了下眼的天灵根 没想到 他一招釜底抽薪自费灵根 破而后立 彻底断了我的念想 我看也不用测试了 接下来 恐怕再难有人 能出其右了 的确 谁能想到 今天的灵根测试大会 竟然能炸出来 一个天众奇才 新灵根 过了今晚 恐怕他就要 一飞冲天了 他定能站在 修仙界的巅峰 匹泥众生啊 大哥 你们别说了 我看你们 这不是像费火的马屁 是想让我敢屁 下眼 好一个先破后立 明知道自己有仙灵根 还要搞这么一出 华众取宠 厉害得很啊 当然厉害了 总比你这种 先天废灵根 厉害得多吧 你 都别说了 别说了 虽然说 仙灵根的确难得一见 但难说 就有什么体质 不能超过仙灵根啊 距离男主 的确是天生废灵根 被各大世家嘲讽 记住 可人间是混沌之体啊 能吸收他人灵根 花自己所用 那就一个作弊啊 女帝还没解决呢 现在又得罪男主 我看 你们是想让我死啊 还得是人家下手 就算得到了仙灵根 那也是不焦不燥 不像某些人 吃不到葡萄 咸葡萄酸 呸 别说了 他可是男主啊 你是真想我被 抽筋拔皮啊 你 三十年何度 三十年何夕 莫其少年穷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别的修炼方法 搞不好 我有朝一日 定能超过仙灵根 你一个废灵根 还敢质疑仙灵根 你没有修行 此时见他 犹如井底之蛙 抬头望月 待你有朝一日 侥幸踏入修仙之门啊 见仙灵根 犹如一粒浮游 见平边 都不止胜呢 祖同妹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现在得罪的 才是真正的大人物啊 下手 怕什么 一个废灵根罢了 但凡敢针对您 我原家 第一个饶不了他 没错 一个没有修行资格的废物 还敢直接人家仙灵根 那本事没有口气 倒是不小啊 你们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下是彻底得罪主角了 灵根 不用动物 吞噬不了下眼的灵根 也无妨 为时还为你做了 其他的准备 秦家小姐 秦无双到 秦无双 我记得这个 也是 这个渣男的后宫之一啊 难道 他是说我来的 秦家大小姐 秦无双到 秦无双乃秦城主尊人 据说体质无双 与之双修 能增强修为 这对你来说 也是一个大姐 只要灵都能讨他欢心 与之双修 修为必定能大大的提升 你缠他身子 你下去了 我秦家听闻 今日的测试大殿上 出了一位上古奇才 林根巨家的先生 我父亲特地让我来看一下 秦无双的父亲秦城主 此时正处在原音巅峰 三年了未曾尽其 我已经派出一队势力 去北境寻找灵草 作为破镜单 你若是能讨他欢心 对你的修炼 百利而无害 放心吧 世子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这种旗帜的 到时候能和他双修 我绝对成为世间最强 你就是那个极品仙灵根 万年难得一见的修炼奇才 夏 言 没错 秦大小姐 您认识 这大小姐还真是中我来的 她总不能又是一个 纯生回来的吧 我听说你测出了天灵根 反而不满意 竟然自断灵根 费而后利 觉醒了上古灵根 先灵根 好 但是 成为绝世天骄 持日可待 秦大小姐谬赞了 我好像没有听见她的心声 幸好 这大小姐没重生 还是正常剧情 以你的资质 成为大夏数一数二的人物 是指日可待了 不如加入我秦家 让我秦家成为你的庇护靠山 从此 我秦家所有的金丹密集 一切资源为你所用 不知夏先生 陛下如何 这倒是个好主意 如果能得秦家庇护 我再也不用忌惮四大仙山 以后修仙之徒 必定一路畅通 上一世我记得 哥哥甩了我之后 就成了秦家大小姐的群下之臣 这一世 哥哥不会又一次抛弃我吧 必然会一路畅通 但是 这条件我都心动了 要是能进入秦家 得到秦家的助力 那日后肯定是一片产图啊 但是 我早就已经答应灵儿了 要带他一起修炼 我们两个恐怕会成为秦家的累赘 要不还是算了吧 哥哥 你真好 无妨 就算是一个废柴 我秦家已养得起 只要夏先生你愿意成为我秦家的那门弟子 我们秦家会用仙草金丹一口一口喂 也会将你的小青梅喂成金丹七 可是 夏先生是看不上我们秦家吗 哎 碗台赶了 能得秦城主青来 我可是倍感忠心啊 那正好 三日之后是我的生日宴 云城天骄都会前来 百足仙师也会前来祝贺 到时候随机选取有缘人收之为徒 我请无双在此正式邀请夏先生 望夏先生 赏脸 师尊 这秦小姐该不会看上夏业了吧 用不着担心 生日宴上我会派人送去破镜临草 不愁你入不了秦家的眼 之前女帝也要抢我的哥哥做老公 现在秦小姐难道也要抢哥哥 不行不行 我绝对不能让哥哥被人抢走 谁抢我就杀谁 哥哥赶走我就杀哥哥 我这小青梅还是个病骄 我还是千万不能得罪 那正好 三日之后是我的生日宴 云城天骄都会前来 百足仙师也会前来祝贺 到时候随机选取有缘人收之为徒 我请无双在此正式邀请夏先生 望夏先生生病 就算大小姐是重生的 我不和她发生任何的纠合 应该就用不着被杀了吧 不好意思 秦小姐 我 夏先生难道是想拒绝我吗 难不成是看不上我秦无双 想当着先门百家的面 打我秦家的脸 连我的生日宴都不愿意去 上一个跟我秦家作对的 可已经买骨云城了 不好意思 我一定去 我必须去 夏爷 瞧瞧你这副恶心的样子 上一世就这样 把自己当着生日礼物送给秦小姐 还蛊惑秦小姐能与她双修 恶心 真是太恶心了 到现在我都没听见这大小姐的心声 看样子是没有重生 只要我稳住不老 不把自己当礼物送出去 不招惹她 不就能好好活下去了吗 好 那我就带程主府 恭候夏先生大驾 果然是屈焰复尸的人渣一个 上一世 你利用我的体制 骗我与你双修 突破境界实力飞升 结果呢 反而盗去我程主府害死我父母 重活一世 我的生日宴 便是你的美国之地 博操 这个也能听见心声 这也是被我扎过重生回来的 难道之前被我伤害过的那些女人 全都重生了 按照剧本上写的 我可是扎了足足九十九个女人啊 我是不是 彻底完了吗 三日后 我在生日宴上等你 夏颜 可千万别有失望 恭送秦小姐 哥哥 这位秦小姐可是秦城主的闺女 据说还是个基因体制 若是能与其双修 修为肯定大幅上升 三日后她的生日宴 若是能讨得秦无双的欢心 以你的资质 想必当上秦城主的女婿 也非常不可 莲儿 不管秦小姐有多优秀 在我心中 至始至终 只有你一个人 哥哥最好了 画画连篇 这秦家大小姐 也是一个可怜人 上一世 这渣男 甩了小秦眉 也害了武 现在后来又蛊惑了 秦家大小姐 夏颜 生日宴上 你敢当做的隐物 把自己送出去 我便用神魂之力 先除遗憾 我不后害 我肯定不后害 这些女人哥哥可都是很角色 我躲起来都来不及呢 哪个祸害呀 只要我生日宴上不作妖 以后和他们保持距离 就能平安活下去 夏颜哥哥 这测试也结束了 你身怀仙灵根 这么大的喜训 咱们还是赶紧回家 告诉爹妈吧 好 好 我回来了 爸 上辈子哥哥讨厌 我的废柴体质 更讨厌所有的婚约 待会我父母若是催婚 哥哥不会就要抛弃我了吧 爸 你歇会儿啊 我来 我来就行 妈呢 你妈知道你测出了仙灵根呢 正在做饭呢 准备为你庆祝一下 我妈都这么大年纪了 怎么能让她去做饭呢 你们都歇着 我来做饭 夏颜哥哥 你之前不是说 君子远刨厨 从来都不做家务的吗 这以前是我太狭隘了 什么君子小人啊 我看啊 让父母长辈 在厨房忙碌 我自己在这坐享气成 这才是真小人 我这些是帮忙 你别站着了 累一天了 快到先休息休息吧 我都听说了 你可是天资聪颖 千年难得一见的仙灵根呢 若是在别家 都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对你毕恭毕敬啊 若是你亲生父母知道 那只怕是要后悔 当初扔掉你啊 爸 您养了我二十多年 待我如亲儿子 这不管以后是什么身份 我都是您二位的儿子 是灵儿的背后夫 否则这些都是应该的 好 好 好啊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哥哥以前 从不会说这些话 也不会做这种事 这一世的哥哥 实在是太好了 我真的很想跟哥哥结婚 永远和哥哥在一起 灵儿 你先吃个水果 我去帮忙了 谢谢夏人哥哥 哥哥 只要你脑离婚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夏灵儿一定会收婚 妈 以后别这么辛苦了 有什么事 让我来做就行了 还是小燕乖 爸妈呀 没拍腾你这么多年 你们别忙了 我快坐来吃饭 快点 小燕啊 从你小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偏自聪明 以后一定会有大成 没错 听说四大仙门 和云城城主的千金 对你轻言有加 今日啊 仙门百家的使者 快把咱们家的门口 太烂了 都想收你为图 提的条件 也比较丰厚 不知道 你想选哪家呢 不管是那家仙门 只要能和灵儿妹妹 一起修炼就行 可是夏阎哥哥 我自治平庸 你真的不担心 我会拖你的后腿 成为你的包袱吗 担心我自己实力不够 以后成婚之后 没办法做你的倚账 靠山 没办法保护你一辈子 你瞎说什么呢 夏阎哥哥 谁要跟你成婚 哎呀 夏阎哥哥不是说会退婚吗 怎么还当着爸妈的面 说结婚的事呀 我就不信我感动不了你 夏阎哥哥哥 你对我彻底戴观 不跟我结婚 跟谁结婚啊 咱们俩的婚事 是从小就定好的 你就是我内定的媳妇 哎 小妍 我看你们俩个年纪呀 也已经不小了 婚期的事 是不是该提上日程了 对 我看 就挑选一个好日子 不如 就在明年中旬 发情成了 小妍 你觉得怎么样 来了 哥哥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是真的想和我结婚吗 哎 对呀 小妍 林儿也不小了 是时候该成婚了 嗯 不能再做下去了 我不同意 你说什么 哥哥刚才说的话 难道都是骗我的 那之前跟我说的话 到底几句真 几句假 我知道你现在是先灵根 林儿 她只是一个废灵根 你们两个的地位 天差地别 只要你能娶林儿为正妻 就算 就算以后你纳妾 我们也不管 哪怕 让林儿跟你做妻 我们也接受啊 爸 这更不可能啊 夏妍 这种条件你都不答应吗 难道 你心里 真的一点 我的位置都没有吗 小妍 我知道 是我们高攀了你 但是 你和小玲 也这么久的感情了 难道你想 爸 妈 你们误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明年结婚 太晚了 啊 那 哥哥 所以你的意思是 婚期提前了 我还以为 你不想娶我了呢 我怎么会不想娶你的 我一直的梦想 就是把你娶回家 哎呀 你这孩子 你吓死我了 还有啊 爸 你说的什么妾呀什么的 我更不能同意了 我心里只认定林儿 所以 只会有林儿一个妻子 哥哥 这么说 你真的同意跟我成婚了 可是 我只是一个费林根 你是仙林根 我们以后肯定是云腻之别 你真的不嫌弃我吗 当然了 不管以后我是什么身份 我只想跟你双宿双飞 且不说这可是觉醒神魂之力的神女大人啊 我上辈子拍短剧 我演了一辈子小配角 我差点累死 都没能攒够彩礼 现在 一个极拼大美女要当我媳妇 啥子才提起来 看到你们两个感情这么好 我就放心了 马上就能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了 希望别再有什么变故了 小爷 你看这婚期定到什么时候合适啊 刘二妹妹做出就好 我当然是想越快越好了 平白得了一个圣女媳妇 我的幸福生活终于要来了 灵儿 你的意思呢 啊 我 我 我不和你们说了 我要回房去了 这一世的夏颜哥哥真的不一样了 不过 还是得再加个保障才行 我记得剧本里说 会有允星在后山坠落 大概就是近吧 那东西能够修补灵根提升灵力 那可是极品之宝 我要是能拿到 说不定使命还能更进一步 对上女帝和青雾霜 也能多点把握 后山有宝贝 这部分了 我记得上一次 那颗允星 就是在这附近坠落的呀 我得提前找到修补我残落的灵根 上一世 我一个废灵根 尚且可以修炼到渡劫期 这一次 如果可以提前修炼好灵根 想必肯定能成为九州之强 到时候 就不用害怕哥哥背叛了 这句写的也太模糊了吧 后山这么大 那颗陨石 究竟能在哪儿降落呢 灵儿 怎么会在这儿撞到他 难道他也知道允星之事不成 哥哥 你怎么在这儿呀 我这 这不是婚期将至吗 我有点紧张 睡不着就出来散散步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我也是婚期将至 我也睡不着 哥哥 都这么晚了 要不回去休息 这山里野兽多 你一个人在这儿多不安全呀 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吧 我这么温柔体贴 肯定能再刷一波好感 多谢下颜哥哥 他怎么还不走啊 万一一会儿天降允星可怎么办 难道他来这里也是知道了 有允星现世 天降允星 这么好的事情 我肯定不能错过了 这可能提升我的修为 活下去的可能就更多了 你看 今天这天气还真不错 嘿嘿 嘿嘿嘿嘿嘿 灵儿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大谢哥哥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呀 允星已经被夏淹发现了 要是放弃 我就没办法再修补灵根了 要不要 不行不行 哥哥对我这么好 我不能再怀疑他了 这就是剧本里的宝贝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内涵充沛灵力 若是能够把它吸收 不只能够提升实力 还能修补银根 让资质更上一层 是啊哥哥 你真是得到一个 天大的好机缘呀 没关系 就算哥哥拿到机缘 只要他能和我成婚 和我永远在一起 我就应该支持他 这是个好东西啊 灵儿 你快收起来 只要能够 完全吸收这些灵力 必定能够修补你的费灵根 让你步步高升 哥哥 这么好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自己留着呢 我只是一个费灵根 这东西在我手里 发挥不出什么效用的 还是你拿回去修炼吧 我以后可以慢慢修炼 有的是机会 现在这个东西啊 对你更有用 只要能让你补全灵根 比我自己用 都开心的 好舒服 这一世 他果然是爱我的 不嫌弃我灵力低微 自治平庸 我想跟他一辈子在一起 怎么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哥哥 你怎么了 没事没事 这山里野兽居多 还是不安全 我们先回去吧 好 检测到宿主偏离主线 特赠送神秘大礼包一份 助宿主早日扎了下铃 完成任务 先门百家都在 看来这个秦家大小姐颇受重视 这生日夜 居然来了这么多名门好山 据说 秦大小姐铁内融合成了二十度的一火佛弩火莲 日后随着修为的提升 卫力必定拍山倒海 毁天灭地 而且 鱼体内有火属性的人双修 必定能突破更高的境界 只怕这场生日宴表面上为庆生 实则是择序 多少人存着力气 想要讨得秦大小姐的欢心 好成为这城主的上门女婿 没关系 生日宴上 我绝对不会跟这个大小姐有任何瓜葛 一个女人就够难缠了 再来一个 必要我的命有什么区别 感谢大家来到了小女的生日宴 求到法律裁定 缺义不可 取得相互扶持 才能够走得更远 今天我大家请到小女的生日宴上 老夫另外还有一个目的 这什么情况 前程主就别卖关子了 还是赶紧说吧 各位 爱女无双 年龄也不小了 至今尚未婚配 老夫由于在今日的生日宴上 在各世家中择一良人定立婚约 只要能获得爱女的青睐 日后并能赢得我程主府的特殊关照 若是谁能在此次宴会上送出让我眼前一亮的礼物 便是我秦家内定的女婿 来吧夏颜 我等着你把自己打包当作礼物送给我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 这惊喜我恐怕是无福小舍了 我还是先多一下 你别从风走再说 我家为了这次宴会 那可是准备良多呀 一定能让大小姐眼前一亮 你放心 我派出去的人 马上就带着灵药回来了 必定能让你在秦城主眼前一亮 时间不多了 我要继续沉睡了 师尊 你放心 我一定拿下秦无双 早日突破金丹 踏入原因境界 你们正隐瞒的 只要护不出风道 老老实实地高度掩护接触 就能避改秦家大小姐 我就需要 夏小勇 听闻 前几日有人在资质测试大点上 竟然测出了极品仙灵根 莫非就是你这位小兄弟吗 正是 不错 梅雨渲昂气势如虹 听说你当时自断灵根 破而立之 这种气度 没有几个人能够比得上哦 秦城主 谬散了 年轻人 不骄不躁 是个好苗子 正如传说中一般 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只不过 你为人 太过谦虚了 秦城主 这不是看上哥哥了吧 夏颜哥哥又是心动 多了入坠秦家的心思 我可怎么办呀 怎么到现在 我这小青梅 还没有彻底相信我呢 这观众秦主们都会看不下去了呀 再个谅心 我马上就牛逼了 生日宴开始 各家献礼 为了秦小姐的生日礼物 我们韩家可是大费周章 寻遍西海 才获得一壶明珠 一定可以讨秦小姐的欢心 那就各凭本事啊 看谁先报的美人归了 孙家送千年琉璃一尊 祝大小姐年年欢喜 岁岁无忧 我韩家 送万年西海明珠一壶 多许俗 我彭来送古禅经一卷 以秦大小姐的资质 配合我彭来秘法 修炼 一定会事半功倍 我原家送碧雪剑一柄 此剑周身冰冷 刚好可以平和大小姐体内 一伙的躁动啊 这可是下了血本了 这功法秘籍和碧雪剑 可是世间罕见的好宝贝啊 确实都是俗 小小有这样的资质 如果能答应入主我秦家 这之后的礼物 老夫都不用看喽 小妍 我已经暗示的这么明显了 你也该把自己当作礼物 送上来了吧 我还把自己打包送上去 我但凡表现的想攀附秦家 只怕我那小青梅 就会当成弄死我 我只需要在这里 苟到夜会结束 就可以回家结婚 过我的平淡小日子了 秦城主 实不相瞒 我的确是已经准备好了礼物 你要是敢和上一世一样 我绝不饶你 不过与各位相比 我的礼物的确是逊色太多 不值一提啊 这 这怎么跟上辈子不一样了 他不是应该立马 献上自己的肉体吗 还觊予我的肉体 想得美 我还想多活两年的 这小子 秦家如明摆地看上他 他居然把盗手的 荣华附柜给推开 难不成有什么因果 夏严 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我怎么记得 上辈子这小子 在全世金玉面前 立刻就现成了自己 怎么到这一世全变了 没错没错 变了变了变太多了 快点放下仇恨 重新开始吧 看来是我城中府 五福咯 今日是我生辰 我就想看看夏少 到底为我准备了什么样的寿命 难道这秦大小姐 真的看上这小子了 你既然不主动开口 那我就再给你点机会 这里 你要是送的廉价呢 就是瞧不起城珠府 要是送的贵了 就是想攀缝权困 齐心可诛 你要是敢把自己打包送给我 就证明你跟前世一模一样 还是个人渣 我要亲手杀了你 我这怎么都是死路一条啊 这秦家大小姐 心也坏得很啊 夏颜 这个礼呢 你送不送我多让你难堪 你不难堪 我念头不通打 我倒要想看看 夏小友准备的是什么样的礼物啊 我 秦彩幻灵贤奉上 和秦家大小姐生成快乐 处有四海 也成八方 不受绵长 秦彩幻灵贤 秦彩幻灵贤 这不是制作破禁单最重要的一味药吗 我们秦家找了三年 始终没能找到 请问这是谁送来的 快快快 让老夫我先好好看看 此物蕴含着灵力深厚啊 绝对是上品 绝对是上品灵药啊 秦彩幻灵贤 这可是只有北京 才能找得到的珍稀材料啊 价值万斤 这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啊 不管是谁送的 来的也太及时了 救一命啊 有了这一味药 便可以炼成破镜单了 老夫我图火境界 知日可待呀 此时不知此等可贵之物 是何人所赠啊 那位大人物只想将礼物送到 祝大小姐福寿安康 至于别的 你该不说 这 上辈子怎么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神秘人呢 到底是谁送这么一个大礼 还不留名 看来这位神秘的大人物一定是看上了秦家大小姐 才会送出如此贵重的礼物 北京 难道是师尊给我准备的神秘大礼 此物 正是我送的 不愧是难处啊 一出手就是几瓶灵药 妹妹 这秦家的女婿啊 八成就是这个灵动啊 看来哥哥真的对秦小姐没有任何感觉 果然 哥哥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秦家敢抢 我就灭了秦家 我这小青雷 还真是狠啊 幸好 已经不怀疑我了 你 我记得他好像叫灵东 品行高秀为好 上辈子测出了天灵根 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上辈子要不是因为夏淫这个畜生 我恐怕会跟他在一起 也不至于落个家破人王下场 没错没错 他后期就会开启王霸之气 站在世界巅峰 现在和他在一起还来得及 赶快放过我吧 真的是你 北京使者才刚刚说了保密 你就迫不及待跳出来认脸 不会是假冒的吧 何须假冒 我的确派了人前往北京 为秦家主寻找密钢 之前之所以不说 是想亲口告诉秦小姐 给他一个惊喜 也是为了今天 能够抱的美人龟 真的是你松的 你一个没有修为的费灵根 还能往北京拿到极品的药 你在怀疑我 不是你说你一个废物 你还拿得到极品药 我看你就是看没人认领 故意抢工的吧 我虽然是费灵根 但我绝对不会做出一些恬不知舍的事情 你怕不是看我没有灵根 才故意抹黑我 造谣我 没错 你说你一个废柴 你是怎么前往北京之地拿到灵草的呀 你也要说是人家夏淫啊 人家夏淫这种仙灵根要是松 那我真没话讲 不是你得罪他干什么呀 你得罪就得罪了 为什么还要给我拉丑恨 难道仙灵根就高人一等吗 就聊个等吗 我跟你说夏淫 你千万别谦虚 仙灵根人就是聊个气 最起码高你一等 你们是真不怕死啊 这可是男主啊 你得罪他 我们还能有活路吗 再说了 这男主有点金手指 有点神秘手下 那都是鸡草啊 大家的少说两句啊 既然人家北京使者都没有否认 我看这里啊 说不定就是念林东宋的 别以为你替我说两句好话 我就感激你 谁知道你心里想了什么 这使者大人也没有说话 难道这里真的是林东所送的吗 这鸣药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寻得的 秦家主 您既然中意我的礼物 那是否能代表 我能入主秦家呢 真没想到啊 我原本以为 这秦家看上的是夏淫 没想到最后 让林东抱得美人贵 真是可惜了呀 要是刚才夏淫点头 也就没他林东什么事的 不可惜不可惜 一点都不可惜 我要真取了秦无双 今晚就是我的丧命之日 这个怎么办 难道我真的要嫁给林东吗 我记得前世 他也是有大机遇的 嫁给他 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可 为什么我的心 大小姐 这可是男主 你嫁给他 那可是要飞黄腾达 霸气侧漏的 还犹豫什么呀 不敢你答应 秦长主 您之前说的话 没忘吧 这 自然是不会忘的 这林药啊 能使您突破境界 顺利境界 若二位真心喜欢的话 这我和秦小姐的婚事 能否就此定下 赛琳这个家伙怎么回事 为什么还不送礼 难道我的婚事 就这么确定了 秦小姐 我的体质 虽然不如先灵根 但也算的是难得一见 只要秦小姐跟了我 我保证 在不久的将来 一定带领秦家 站在九州之殿 我成中府 也不是言而无信之人 既然收了你这礼 便是认可了你这人 今天我就当着 仙门百家的面 正式宣布 我秦家的女婿就是 等一下 夏妍 又是你 夏妍 刚才是她 她为什么会出院阻止 难不成 她是因为不想让我 嫁给一个自己 不喜欢的人 可 可为什么夏妍 会为我考虑 她不应该是一个 自私自利的人渣吗 夏妍哥哥 不会还是选择 去翻赴秦家吧 这夏妍 到底是怎么想 现前明明有机会 成为秦小姐的夫婿 她偏偏不愿意 这秦小姐的婚事 马上就要定下了 她却要出言阻止 对啊 真是搞不清楚啊 难道是看着秦小姐婚事僵定 现在又反悔了 小子 你要坏我好事 我就知道 先前的推托 一定是这小子的寂寞 难道是想踩着我往上爬 去讨秦小姐的开心 夏妍 你为什么出手促持 难道 你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吗 这不是我说的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还能再要点脸吗 没错 夏妍 你实在是厚颜无耻 你想吸引秦小姐的注意 也没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 如此不顾怜悯 秦家早就说了 今日 选中谁的礼物 便可以入主秦家 你就那么想破坏我和秦小姐的婚事吗 不不不不 真不是我 夏妍说的没错 那个厚颜无耻的不是他 是你 我 抢功 侍者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侍者大人 你的意思是 这宝物不是林东宋的 真有人有这么厚的脸皮 能做出贸易功劳的事来 真是厚颜无耻之人 哥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不可能 这 这林药明明是我的 因为他忽然反水啊 还敢教练 难道本宋要冤枉你不成 这 这本书也没这事啊 这东西怎么回事 怎会如此 这明明是本地的人 的确是我派他潜入北京的 你难道不是我师尊九天女帝 安排替我去北京寻宝的人吗 什么九天 什么女帝 把我送药的根本就不是他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师尊明明安排了一队人 去北京替我寻找天才地宝 那不是我又是谁 难道师尊骗了我 不不不不 不可能啊 师尊从来没有骗过我 这药定是我送的 这药确实是一位不愿透露的神秘人 他用将来以自身修为 镇守北京二十年为代价 才分来这一株破镜药草 送给秦城主 可是这个人不是你 师爵大人 这领药不是林东送的 还能是谁送的 我确实答应过那位大人 不泄露他的身份信息 但是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命令我送林药的 正是这位大人 夏颜 夏大人 我 夏颜 送林药的人居然是夏颜 哥哥 不可能 怎么可能是他 这明明是我师尊 替我找的资源 这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师尊 难道你真的骗了我 这明明是我派出去的使者 怎么会成了夏颜的人 他们背地里一定达成了什么见不得人的脚印 夏颜 你要做了什么 什么情况 我什么时候牵手的北京师尼 我怎么不知道 夏颜 难道这药草真的是你所送 为什么先前你不告诉我们呢 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我呀 那个 你仔细看看 真的是我吗 确定没有认错人吗 哥哥 哥哥难道真的骗了我 嘴上说着要娶我 实际上还不是想叛东复风 和秦城主搭上关系 我的大人 我知道你不想出风头 不过 属下实在是不想看着 你等功劳被别人冒领了 您就 承认了吧 我什么时候接受到北京势力了 我承认什么 我承认 这就真不是我送的 兜兜转转 还不是想成为他青红霜的裙下尘 夏颜 这灵药真的是你送的吗 这真不是我送的 灵儿 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夏乔友 你的手下都承认了 你就别再否认了 我们呢 都知道你的心意了 真不愧是夏兄弟 高风亮 连自己送的礼物 都不愿意高调承认的 就是啊 不像某些人 这空着手来了 非得说 那几瓶药是他送的 没错 先门百家 竟然有这么一号人 丝毫不顾起自己脸面 去抢别人的 而且啊 还死不承认 实在是令人汗颜的 这真不是我送的 这 这说不定 就是人家林少送的呢 你说是吧 赛大人 你这眼睛怎么了 进虫子了吗 哎呀 那东西真是你让我送的呀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送的这些东西呀 赛人 少做梦做样了 恭喜宿主 本系统先前赠送的神秘礼包已经送到 恭喜 你已成功送礼 吸引秦家大小节注意力 完成参加生日宴会任务 希望宿主再接再厉 完成反派下言命运 果然这是个垃圾系统搞得贵 完成反派命运 那我不就死了吗 这下完了 这你完了呀 我这小青妹已经气炸了 这回去还不得给我皮活疤了 是我忘记了 上一世我好像记得下言消失了二十年 去了北京 原来是寻找了这么一个仙灵草 而且传闻中说接管北京势力的 是一个姿势逆天的仙灵草 我没想到他居然是下言 瞒到这一世下言提前做了教育 西头你真的要喊死我了 北京使者都承认了 你呀就别再否认了 我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灵草你一定要相信我 哎呀不愧是我北京军要遵随的大人 果然是那么谦逊 不像些人啊 后言无耻指之贪功 你 你什么 刚才夏大人说不愿意透露性命 嘿 你就送肝爬往上赠 你这不是后言无耻 是什么 啊 若不是我敌使给夏大人证明 你还真敢冒出他 去了秦家大甲姐是吗 这可是男主啊 你小子这不是想跟我证明 而是想着我死 好了 我想林少应该是有自己的理由的 说不定这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为什么 前世他自私自利 为什么这事不一样了 究竟是哪里不同啊 难道是因为知道我不想再故意阻止的 夏林他难道真的喜欢我 没想到还真的有这样的人啊 真太无耻 就是 有此同道真是丢脸 就算再心仪秦家道小姐也不能抢他人之功了 就是啊 哎 我韩家虽然拿不出这种极品 料 但是我韩家也是精心准备了礼品了 也代表了我们的一片心意啊 不像有些人空手抱白狼 真是好心机 好心机啊 我等自愧 这等卑鄙小人就算是资质再粗重 成了天灵根又能如何呢 照样是没有出息啊 你们 你们 多少说两句吧 你们这是巴不得我死啊 我总算是知道什么叫做百口莫辩了 我觉得林少大不是这种人 这其中肯定有误会 闭嘴 我用得着你给我解释吧 谁知道你什么细子啊 若是此时承认东西是自己送的 说不定哥哥真的入主成主府 抱得美人归 怎么他还不承认了 跟他撤上关系 半点好处都没有 还得得罪男主啊 抱什么美人归啊 这哪是美人 这就是蛇蝎啊 闭嘴 我用得着你来替我解释 谁知道你什么心思 你这话什么意思 黑的夏少还为你解围 你竟然还敢出言侮辱 实在是可恶 不知好歹 强功不说 居然还以小人之心 做君子之父 嗯 说得不错 此等狂妄之徒 贪功不说 还强娶我女儿 你这是想骑在我这个程度头上 拉屎撒尿啊 亏我对你代客 你意义有家呀 秦城主默契啊 我觉得这其中肯定是有误会的 不如听他解释一番 完了完了完了 这可是男主啊 敢和他作罪 等他成长起来 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 都得死啊 夏言这是怎么回事 不落井下石都是好的吗 怎么还会替林东说话 夏大人 您还是别替他说话了 这种人啊 不知道你心软 依我叹 直接废了他的林根 赶出去 勇士不得入仙门 没错 要不是有夏言兄弟 今天 秦家大小姐 恐怕就要嫁给他人 而毁了一生啊 此等小人 就该要了他的密 就地处决 让他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哎呀 好一招捧杀 看似句句帮林东说话 实则是在名扬自己啊 你们这不是想要他的命 是想要我的命啊 哼 夏言啊夏言 你果然还是那个 阴险无耻的小人 哎呀 夏小勇 你就别替他来解释了 我知道你谦让为皇 不骄不躁 不禁不乏 不像有些人 参心着服 贪功起信 这种人 就不配留在我亲家 来人 把他 给我滚出去 先生主 您可别后悔了 后悔什么 后悔没有早点把你赶出去吗 怎么先门百家 还有你这样的小人呢 啊 恬不知耻 还不赶紧滚出去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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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羞辱难准 这回算是把你彻底给得罪了 别说你们以后小妹不管 我也跟着遭殃啊 这种心术不正的成长起来也是一个祸害 不如今日我们就替秦城主 叫他处理 不错 我们先门百家有责任替百姓铲除祸害 此次心术不正 日后必为火人间 老东西 还想对我下手 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混账 你一个费灵恩 也敢对心事出言不尽 你简直是找死 你 这是怎么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 我记得南中可是有大杀招的 始终却不力量 拼个欲试俱飞也不是不可能 我可不想死在这儿 等等 改恩 你有想说什么 这其中肯定是有误会的 大家先冷静一下 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呀 确不可动手啊 闹成这个样子 不正是你想看的吗 你真是误会我了 我没这么想 夏小友啊 我劝你还是不要提这种人说话了 这种贼人贪图荣华富贵 不惜抢功 你想骗我女儿成婚 不值得同情啊 我来参加秦宵宴的生日夜 没想到你们如此看不起我 这般如三十年合同 三十年合系 末期少年仇 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这说不定林少的礼物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只是没想到 我所送的礼物 也是从北京来的呀 这才闹了一场误会 误会 既然你早知道 为什么不早说 非要等我凑认礼物之后 再出来打脸 我看你 分明就是想踩着我上位 今天 就先除了你 我早说了呀 你们不信啊 忍着吧 你就暂且待在本地身边 提升实力 且让他夺一段时间 但时机成熟 你杀他 完了完了完了 这是彻底得罪难主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到大结局呀 既然先前的极品灵药 不是林东所送 那我看这婚约可以重新选定了 我看夏小兄弟不贪名不徒利 同我女儿倒是十分的般配呀 不知夏小友意下如何呀 不管是不是夏颜哥哥送的 我都不能让哥哥被抢走 实在不行 这杀而情如霜 我去 我这小青梅是彻底黑花了 夏颜 你这表情是对本小姐不满意吗 是觉得本小姐配不上你 敢拒绝 当众给我难堪 我这就杀了你 我要是拒绝 秦无双就杀了我 要是同意 恐怕就得死在我的小青梅手里 我怎么这么难啊 当然没有 我只是觉得 我资质平庸 配不上秦小姐 到现在还得找借口 我送这个礼物纯粹是因为城主大人 为国为民 劳苦功高 却因为进阶一事 困苦三年 这才寻得这一味药 献给城主大人 并不是想用这味药 强取秦小姐 难道他真的不想娶我 为什么 为什么我感觉夏颜好像变了 变得和前世不一样了 好好好 你清高 你了不起 你不是为一个女人 吃我思想不单纯啊 夏颜 你真好样的 迟早有一天 早晚死在我手里 嗯 站住 夏夏颜 此人如此的狂言 难道你就想这么放他走了不成 只要你发话 我称祝福 可以替你动手 来啊 多一事他不如少一事吗 既然都是误会 冤家一切 不一结啊 亲城主 今天大喜的日子 还是不要动手了啊 哼 嗯 不错 真是不错 虽然天资卓越 但是个性不冲动 顾全大局 哈哈哈哈 如此看来 倒是小女高攀你了 怪不得你对我爱女 不动心思呢 大小姐倾国倾城 谁能不心动 心动 你还敢对别的女人心动 我的好哥哥 你要是敢心动 我就挖了你的心 就算是心动 我觉得婚约之事 也必须慎重考虑 可不能违背大小姐的意愿 她要是不愿意 我定然不会强求 我求你了 你不是恨我吗 快拒绝吧 拒绝吧 再不拒绝 别说我那小青梅 男主也不会放过我的 我愿意 我才不是因为喜欢她 我就是因为这个祸害 不再祸害别的女人 尤其是跟在她身边 那个青梅竹马 上辈子 把人家害得家破人亡 这辈子 夏妍 你必须在我的视线之内 我绝对不会再给你 伤害别人的机会 你愿意 哈哈哈哈 既然如此 那这婚约 就当着先门百家的面 正式静下了 今日既是我爱女的生辰之日 又是婚约的定理之时 可谓是双喜联盟呐 五七七条鲁 百家同喜 百家同乐 哈哈哈哈 我倒要看看 之前那个自私自利的家伙 是不是和前世真的不一样了 要是变了最好 要是没变 我就不给他活害别人的机会 直接宰了他 夏小友啊 老夫也不白白收下 你这破镜灵药 这一朵一火送你 可是你天资更进一步 日后修行 也能助你一臂之力 多谢秦城 这可是三千星空炎炎火 秦城主大手底 去古史记载 此火成形于星空 能吸收星辰之力 使自己不断强大 还能锻炼体质 夏炎吸收了此一火 修炼必能事半功倍啊 到底是秦城主啊 底蕴深厚 此等一火也能送出 夏炎能得秦家助力 怕是要一步登天了 庸俗 庸俗 你们这群人 只探得到一火全市 秦小姐风姿卓越 倾国倾城 若是能得到她的青睐 没有一火 我也心满意足啊 别说了 别说了 都别说了 你再说下去 我的小青梅真要炸啊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我就知道 哥哥这么优秀 秦家肯定不会放弃的 敢和我抢哥哥 找死 玉林仙君到 玉林仙君 玉林仙君 玉林仙君大人 玉林仙君 我记得玉林仙君 我就是当了个 玉林仙君的徒弟 不愧是我的师尊 来的就是乔啊 夏颜 这次算你运巧 下回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不知仙君到来 有失愿赢 秦城主不必多礼 本君此次前来 一来 是为了秦城主 千金的生辰 这便是我送给 秦小姐的生辰 贺礼 这可是玉林仙君的 信物啊 这难道不是 只有成为 仙君 千传弟子的人 才能够拥有的吗 只要秦小姐愿意 我玉林仙君 愿收她为 真传弟子 只要佩戴 此于佩 我便能感知 你的气息 如此 老夫就代小女 多谢玉林仙君了 多谢师尊 秦小姐既然这么幸运 能成为 宇林仙君的 秦传弟子 说个徒弟而已 用得着什么激动 夏兄弟你有所不知啊 这宇林仙君 所在的 秦城仙门 可是修炼圣地 这门内 奇珍异宝 功法秘笈 珍稀灵草 那无数 就算是内门弟子 都可以随意使用 更何况人家 这清传弟子 以前小姐的自治 三年之内 达到原因境界 轻而易举 这么厉害啊 剧本里 这个高冷 仙君收了 元主 做了内门弟子 前妻对他 可谓是尽心尽力 没想到 元主也忒不是个东西了 后期竟然 歧视灭祖 不过 只要我这辈子 不对师尊下手 应该不会有问题 人渣 我的好徒儿 奇尸灭祖 还害我死在雷劫之下 你怕是想不到吧 为师 重生了 又 又一个重生的 西桃 你老实告诉我 我那些前女友 到底有多少个重生的 你总不能 被我扎过的 九十九个 全重生了吗 第二件事 我今日来 便是借着 秦小姐的生辰 告知各位 清城仙门 百年一次的收族大典 即将开始 本仙君将再收 清传弟子一名 内门弟子十名 外门弟子百名 那我等 岂不是也有机会 进入清城山修炼 这可是个大好的机会啊 我要成为弟子 那我寒家崛起 势不可当啊 我清城仙门收徒 不看出身 不看士族 只要有资质 有灵气 任何人 都有可能成为 我羽灵仙君的弟子 羽灵仙君也是重生的 我要是去仙门修炼 那不是尚赶着送死吗 不行不行 还是得离他越远越好 这个仙门 不能是 下言是吧 你就是仙灵根 先天修炼圣体 本尊倒是想看看 传说中的仙灵根 到底有没有那么厉害 十五日后 我在清城仙门等着 别想逃 我势必会在 收徒大典上 手刃了你 报仇血恨 我这是被盯上了 不去都不行了呀 我这回去 可得好好准备准备呀 这要成为 仙君的清传弟子 那我可就 映越龙门了 没错没错 得趁这几日 亲家修炼 说不定真的能 步步高升 为我原家争光啊 下言 我父亲虽然说了 未来会全力 去捧 秦家未来的女婿 但我仍旧希望 你平静努力 打动我 所以这几年 我秦家 不会给你任何帮助 也不会给你任何资源 不应该呀 下言不应该 看中了我秦家的权势吗 怎么现在 我不给她资源 她也完全不介意 难道 这一次的下言 真的变得不成 那我是不是 不应该再对她复仇了 没错没错没错 对我这种好人 复仇失色是太不应该了 而且 我也知道 这件事 是城主大人的主张 你要是不愿意 无论何时 这纸婚约 可以直接作废 难道 难道你就什么都不想要 我只想让你自由的选择 和你喜欢的人成亲 当然 那枚极品灵药 就算是我送给城主大人的礼物了 秦小姐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收回她 告诉她 为什么 我的心跳得这么快 难道 她上辈子对我的背叛 是另一个苦衷 是我错了吗 师尊 这个夏妍 屡次坏我好事 要不是因为她 只怕 我现在就得到 秦城主的助力了 可惜秦城主 对这个女婿十分满 而且生日宴上 夏妍这个家伙 明保暗讽 已经彻底地 毁掉了你的名声 现在仙门百家 对你印象都差得很 恐怕对你日后的 修炼之徒 只怕是困难重重 师尊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雨林仙君十五日之后 会公开昭途 到时候你可前往一室 若是能被雨林仙君 说为金船弟子 那你很可能会 愉悦龙门 节节高升 可是师尊 到时候夏妍 想必也会去啊 她是仙灵根 我该如何抗衡吗 早知道当时 在灵根测试时 她未成气候之时 我就该动手去到她 可是夏妍 现在傍上了秦城 又有仙灵根傍事 若是论资质 你的确不如她 只要雨林仙君不瞎 都会收了尖利根 我该怎么办 就任由她 抢了我所有资源吗 我还有一个办法 师尊 什么办法 只要让夏妍 在十五日的昭途大会上 无法出现在 雨林仙君面前 我自会让你 入了仙君的眼 弟子没办法 这可怎么办 我要怎么和这小姐妹解释 林二妹妹 咱们先回家吧 你不都已经要娶秦家小姐了吗 还跟我回家干什么 秦家才是你家 妹妹 这都是误会 误会啊 误会什么 你都已经成了秦家的上门女婿了 还有脸叫我妹妹 妹妹 你听我解释 渣男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早知道你靠不住 我不会再让你有任何伤害别人的机会 我杀了 林二妹妹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你还敢狡辩 我杀了你 杀了 干什么 我这伙干的漂亮了 全年药材集体灵药 我可都按时给您送到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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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了 还有那个 秦家大小姐 那可是人生第一美女 那是要脸蛋有脸蛋 要资质有资质 得亏我办事得力 您才能报得美人归 夏大人 我没让您失望吗 岂止是没有失望啊 要是没有你 夏大人怎么抱得美人归 可不是了 还有那个林东 若不是我及时出手 那说不定功劳都让他抢去了 要不是你及时阻止 我能得罪满足 得罪小青梅吗 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我跟林二还有点事情要谈 要不你 哎呀 夏大人 咱俩那谁跟谁啊 以后有这种事 您还交代给 我一定给您办得提提面面 飘飘凉凉的 哪有下回啊 你夏大人的命 可能今天就要交代在这了 耍废话 赶紧快 夏大人 恭喜你啊 林二 这都是误会 误会啊 我做这一切 那都是为了你啊 为了我 夏言 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是吗 谢他我不必谢了 我对那个秦小姐 真的没有半点思绪 我去参加他的生日夜 那全都是为了你 将极品考林根 送给秦宠主 讨秦无双的欢心 是为了我 上赶着当秦家的上门女婿 也是为了我 娶一个有钱有势的大小姐 都是为了我是吧 真是委屈你了 灵儿 这都是误会 你听我解释 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吉安南 看我不废呢 你 你废了我 你干脆 你把他拍死我 你怎么不躲呀 你又想耍什么小心思 我委屈求全 做这些都是为了你能够修炼 我以为你会理解我 没想到 连你也误会我 那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你跟着一把这拍死我算了 什么委屈求全呀 什么意思啊 我去秦家参加生日夜 就是为了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伙 能修复你残缺的体质 只要你完全吸收它 你将来的修炼 就会事半功倍 那秦小姐她 有权有势 美貌无双 是万人眼里的 云城第一大美女 你也不心动 秦小姐再美再好 那都是在万人眼里 在我眼里 心里 都只有你一个 向言哥哥 你这么委屈求全人辱负重 居然都是为了我 我还误会你 想要杀了你 我怎么能这样呢 对不起 向言哥哥 我让你受委屈了 没关系 只要你能理解我 受到那儿委屈 我都愿意 向言哥哥 我就知道你是最好的 被向言哥哥摸头的感觉 果然很舒服 很开心 我不应该怀疑 这么好的向言哥哥 我要一辈子 和向言哥哥在一起 小女人就是好 小言 你已经是我的未婚夫了 还跟别人搂搂抱抱的 不太合适吧 秦小姐 你怎么来了 我本来打算亲自 给你送点修炼灵药的 没想到 翻路看到这样一幕 下言 你还真是让我好惊喜 秦小姐 都找上门来了 说是误会对吧 资质普通 家境普通 跟我这个城主千金相比 简直是与你之别 你看上了什么了 真是不好意思 入不了秦小姐的眼 都少生两句 少生两句嘛 下言 你一边跟我成婚 一边又跟别人牵扯到一起 你可真有本事啊 我记得上辈子 她被下言当着一众世家抛弃 落得个父母双亡的下场 没想到这辈子 还跟在下言身边 难道她已是知道了下言的变化 不想离开她吗 秦家大小姐 上辈子被哥哥扎完后抛弃 最终含恨自杀了 她不是很清高很骄傲吗 怎么这辈子上赶着来找下言哥哥呀 这是我青梅竹马的妹妹 夏领儿 未婚妻来了 我成亲妹妹了 她人家误会是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对了 秦小姐 你不是说秦家不会给我任何资源吗 那些不过都是对你的考验 我秦无双的男人必定举世无双 我秦家必定全力支持你 站在顶端 真好啊 未婚妻都找上门来了 还送来了如此天残地宝 还不再感恩戴德 说了这都是误会 误会呀 我跟秦小姐的婚事那还不一定呢 有什么不一定的 我们的婚事已经当着 仙门百家的面宣布过了 我秦无双就是你夏颜的未婚妻 婚礼不日举行 如果这辈子真的跟上一世不一样了 夏颜从那个自私自利的小人 变成了如今这个有情有义的人 我肯定不能轻易错过 你不是应该很讨厌我们 为什么要成婚啊 你怎么知道我讨厌你 我 我 猜得呀 你看 像你这么优秀的人 我呢 就是个没权没势的小人物 怎么能配得上您呢 秦小姐 这婚事 你确定想好了吗 当然 我秦无双的男人 不需要有钱有势 只要你愿意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难道 你不愿意吗 我 没有不愿意啊 只是 我这辈子都得跟我的灵儿妹妹在一起 没有问题 这都没问题啊 她是你的青梅竹马 陪伴你的时间自然更多 我当然不介意 还有 灵儿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 我必须赡养他们 给他们养老送终 夏颜哥哥 夏颜哥哥说的都是真的 他真的想和我在一起一生一世 甚至还可以为了我放弃秦家大小姐 夏颜哥哥果然是最好的 孝顺且有情有义 当然可以了 这大小姐吃错药了吧 这个事都弄他呀 这下你应该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桩灰事了吧 夏颜真的跟前世不一样了 前世她的自私自利 在功力面前 她肯定会先放弃这些人 没想到这事竟然完全变了 丑形有异 也许嫁给她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 我 你这个好业不一定修复呀 还不如就伤我那个痛快的 夏颜 我已经跟我父亲商量过了 既然我们的婚事已经当着世家大色的面宣布过了 自然是越快越好 我等着跟你大婚的那天 我才和夏颜哥哥解释亲属误会 她就横插一脚 不行 我不要和夏颜哥哥分开 我一定要入仙门修炼 拿更大的机缘 不能让别人抢走夏颜哥哥 哎 青小姐 我们都已经到家了 你还跟着干什么呀 我既然已经跟夏颜有了婚约 那我就是她的人了 我来看看我未婚夫住的地方 看看她的过往 有什么问题吗 不劳青小姐费心 这些年 我们把夏颜哥哥照顾得很好 我看未必吧 就住在这种地方 也叫照顾得很好 真是不好意思 我们家太寒酸了 让青小姐见笑了 夏颜 成都府已经准备好了 只要你愿意 我们随时都可以回成都府 你还没成亲就想跟她同住 你真是不要脸 我跟夏颜的婚约 是早晚的事情 早一天晚一天 都是要订婚的 倒是你 整天缠着别人的未婚夫 我看是你后颜无耻了 我和夏颜哥哥 青梅竹马从家就在一起 你是后来者 不知廉耻 夏颜哥哥 夏颜 你到底选谁 选谁 那个 我 我 我选爸妈 我先进去 先进去 夏颜 夏颜别跑 别跑 爸 妈 这是怎么回事 爸 妈 你们在哪儿啊 夏颜哥哥 爸妈怎么不见了 什么人会对我们下手 怕我干什么 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我这就联系我爹 我倒要看看是谁 敢在我的地盘上 做这种事 夏颜 你的养父母在我手里 想要回他们 一日内前往爱楼山 否则 你就等着替他们二人收拾吧 这个声音是 林东 林东 我妹妹没得罪过他呀 难道是送过来的 不行 不能因为我 拖了一把 玲儿 你别担心 我这就去爱楼山 肯定把父母 安全救回来 山颜哥哥 我也要去 可是现在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你还是老实在家待着吧 万一 你们要出事了 我也绝对不会毒火的 好 我们走 等等 我也去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要跟着 山颜哥哥添乱 谁说我要添乱 我是城主的女儿 这件事情 我肯定能帮上忙 不管凶手是谁 都要给我第三分拨命 好了别吵了 赶紧走吧 你们别过来 快走啊 妈 妈 夏颜 没想到你真敢来啊 畜生 你快放了我爸妈 没想到 我以为夏颜 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肯定会早早地跑掉 没想到 她居然真的肯为了 这个女人而冒险 果然是你敌手艺的 总部还惦记 我的先灵更多 别管 夏颜 不要管我们 快带着灵儿走啊 畜生 你快放了我爸妈 夏小姐 你先别着急 时候到了 我自然会放了他们 林东 我劝你立马放人 并且马上到城主府自首 我绝对不会允许我秦家管辖范围内 出了你这种秦寿不如的畜生 秦寿不如 秦小姐 我看你是误会了 真正秦寿不如的人 是你身边这位 林东不是男主吗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下 难道是因为我的出现 改变了男主原本的性格不长 林东 你大费周章把我引过来 究竟想做什么 很简单 我要揭穿你的真实面 难道是因为我之前系统抢走了原本是他的礼物 害得他没了面子 不应该啊 堂堂男主就这点不良 林东 我不管你想做什么 你快放了我爸妈 得罪你的是我 祸不及父母 有什么事 你冲我来 先放他吧 装的还挺像 林东 你要是敢伤害我父母一根汗毛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林东 我成猪符也不是吃白饭的 你居然敢在我的地盘上去绑架 我告诉你 赶紧把人交出来 还能饶你人 不管怎么说 二老哥养育了原主很多年 跟着我没有享受一点 反倒受我连累被抓 不行 我一定得想办法救他吧 果然 你们两个都被下眼给迷惑了 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仗 林东你什么意思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夏颜 你们和他在一起 到最后会被他吃得连渣都不是 夏颜哥哥是什么人 我们比你清楚 用不着你来提醒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 梦里面知晓了未来知识 夏颜 一定会入门 到时候 你们每一个和他在一起的人 都被他立了 被他抛弃 不得善终 不得善终 上一辈子 我确实是因为夏颜而死 可他怎么会知道的 难道说他的那个梦是真的 之前就是你在我的生日会上 抢了夏颜的功劳 还强迫我嫁给我 现在又来抹黑夏颜 我警告你 立马放人 否则我成主府绝对不会扰过你 秦小姐 你先别着急 先听我把话讲完 我之所以让你嫁给我 是为了救你 救我 你真是好好的脸 秦小姐 你嫁给他 就是你地狱生活的开启 嫁给他 你父母会被他残害 家产会被他侵夺 而你 最后会落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结局 不是你忘了 他就是那个害死我父母 夺我秦家势力 害死我父母的渣男 不管现在的夏颜有多好 说不定 将来还会变成那个渣男 还是趁此机会 先除掉夏颜 以绝后患 易老勇 夏小姐 你也一样 如果跟夏颜在一起 你一定会被他抛弃 甚至 他为了攀附秦家 会杀你父母 断你经脉 最后彻底地将你放弃 没错 就算他一时对我好 谁也保证不了 这辈子都不会变 万一他什么时候又一次背叛我 那我岂不是又会重蹈覆辙 不愧是难处 一顿嘴炮 让我这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好感知 全崩塌了 今天 我就替你们了结了这个人渣 日后 你们定会来兴 小杀我可以 谁放了 咱们堂堂正正打一场 我就是输了 要杀要垮 任你处置 装的还挺像 如今我已突破金丹期 你以为你是我的对手 夏颜 哥哥虽然前世背叛了我 害死了我 但是这辈子没有做做任何事 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受伤害呢 不管前世的夏颜做了什么 这一世的夏颜没有做错过任何的事情 要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无辜的人就被杀死 是不是 两位大姐 你俩要是再犹豫下去 我就真的要死了 不行 我得救他 最后再试他一事 生死关头 他是敢抛弃我 我必杀他 我除了这个人渣 是为了你吗 我为何还在站在他身边 夏颜是什么样的人 我自有分枪 用不着你说 没错 用不着你来离间我 夏颜的品行我再清楚不过 我劝你 赶紧放人 你敢伤他一根毫谋 我成祝福绝对不放过你 你们真的要和他同生共死 我没有骗你们 我确实知晓未来之事 你们要继续和他在一起 必定会被他骗身骗心 骗走财产 甚至性命 肯定会后悔的 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 夏颜的人品 我心里清楚 没错 你以为 你三言两语就能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以为 你一句知晓未来 就能让我们倒戈下降吗 那妹妹 秦小姐 他们两个这么好 园主竟然还忍心玩弄两人的感情 抛弃他们 羞辱他们 伤害他们 简直不是 都说危机 才最能看清楚一个人 暂时不能让夏颜知道我真正的实力 我倒要看看 在紧急关头 他会不会抛下我们两个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想算计我 这不合适吗 我的神魄之力暂时还不能暴露出来 待会就假装不敌受伤 我倒要看他下眼 待会是先救我 还是先救他 先救命吧 喔 好